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台湾博物馆的铁道部园区 那在这边有非常多的展厅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展厅 刚好呢就是举光号的展厅 等于是把整个举光号的车厂 一比一的完全都复制在这边了 而且你可以看到像是在这边的座椅啊 完全是复制1970年代当时的举光号的样子 包括了像是现在你所看到的蓝色丝纸的座椅 那另外再配上旁边的红地毯 就已经是当时非常盛行的这个风格 那再另外呢还有这个双层窗户 也是当时特有的特色 那跟现在的举光号来相比 相较来说呢是样式 那另外还有座椅有一些些许的差别 那在这里呢其实就是台湾的铁道部园区 那在之前日治时期拿来是做台铁的办公室 那在1993年之后呢才搬到现在的台北车站 那在这个时候呢这边就已经变成窗户了 那在这边变成仓库之后 在十几年的整修才又再重新的开幕 那不过在这边除了现在这个举光号的展厅之外 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在二楼有一个展厅是展现了老台北市的街道 跟街道的模型 也重现了1970年代台北车站周遭的样貌 那包括了上次在铁道部的建筑啊 还有没有地下化的台北车站 还有不存在的台北扇形车库 完全呢是把老台北人的共同回忆 都原汁原味呈现在这里 那至于在今天的天气方面一起来关心 还是持续要维持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 那气氧局持续发布了高温警讯 那像是在黄色灯号要注意的像是桃珠苗 那另外呢还有在彰化云林 今天五间要防的是36度的高温 那至于呢在橙色灯号 包括了像是在双北南投 花东还有在高平地区 要防的是连续三天36度左右的高温了 那至于在紫外线 今天还是要特别注意 紫外线预估在西半部地区 几乎都是来到过量等级 那至于在东半部像是花莲台东 今天紫外线预估是来到了危险等级 所以提醒您出门还是要记得擦上防晒 那多多补充一下水分 那不过今天的水气上来说 稍微是比较减少了一些 那今天呢午后包括了像是在山区 跟山区临近的平地 还是要防午后雷阵影的发生 但是范围上来说呢是缩小了一些 晚上的时段像这样子 水气开始逐渐减少了 那未来几天的天气重点一起来看 北部地区只是受到暖气团笼罩 那加上高温沉降的影响 所以呢在北部地区高温可以来到36度 那甚至局部地区可以来到了37度左右 那至于在中南部整体来说呢 高温可以来到了35到36度左右 但是在清晨时间西南部沿海地区 要稍微防零星短暂震雨 那至于在午后 还是要防午后雷阵影的发生 以上是这一节的整齐响